那我们今天要来讲这个 简定的题目 那你现在拿到的这个题目是 电脑辅助立体制图 丙级技术式技能简定数颗试题 那它的题目 每一个都有编号 我们这个题目是 152-9110-301B 那个模型就长这样子 那个模型长这样子 好,这个东西怎么来的 它如果都说到现在新的 这个劳动力发展署是看不到的 所以要找的话 得要从Google上面去找 找劳动力发展署的考古题 那你就会看到立届试题 那立届试题这里点它 它会有 这个参考用的题目 这边会有数科 这边会有数科的题目 数科就是作画的 学科就是考试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题目 是电脑辅助立体制图 丙级 所以 因为这很多 这边是电脑辅助立体制图 这里 你点选这个数科 你就会看到有 很多张图画不完了 这个还不是我们 这个还不是我们拿到的那个题目 这个是另外一个的 电脑辅助机械制图 丙级数科 哇这是另外一个 这个题目等一下会给你画 那它还有你再继续往下找吧 那除了电脑辅助机械制图之外 还有建筑制图 这个也是电脑制图的 这个都可以拿来参考看看 我是有把题目都全部抓下来的 你现在看到的只是其中一个 那还有这个 这个是电脑辅助机械制图 乙级 这个就很复杂了 这个已经超过我们这门课的范围 这个就不讲 那这个就是你刚刚看到的 这个也是电脑辅助机械制图 丙级 好那我们回头过来看这个题目 我们回头过来看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只有两张图 两个图面 大家可以做出一个立体出来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面是长怎样 这个是前世图 这个是上世图 那么 你看到这个东西 首先你要先 把你的脑袋先思考一下 等一下 你现在看到这一个图面 15291030EB 那这个图面有这一张图 以及这一张图 那首先你要看 这里面的符号 你有没有问题 什么意思呢 举个例子来讲 这里写Fly45 什么意思 直径45 所以这不是一个长方形 是不是这个是一个圆 第二个 Fly39 Fly20 Fly14 这里是不是全部都是圆 所以它是圆少出来了 对吧 第二个 这里高度是5 这里高度是8 这里高度是4 这里高度6 这里到这边 这边到这边的高度是18 诶 这个都看得懂 那么下一个是这里R2 是不是半径是2 这个半径也是2 这里是半径是10 这个半径是3 这个你也看得懂 接下来这里Fly4 那Fly4 那Fly4 这里是不是虚线 虚线 我之前是不是有讲过 虚线是什么意思 这里挖一个洞 所以挖一个什么 直径是4的洞 那这里Fly12 所以这个也是圆形的 OK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这里 这里有两个圆 一个是里面的圆 Fly65 一个是外面的圆 Fly80 两个圆的圆心的距离是3 两个圆的圆心 距离 它的圆心不是重叠的 圆跟圆的圆心是距离是3 那第一个圆的圆心是距离 是60 第二个圆的圆心就是60加3 好接下来往上看 这里是Fly16 这里是不是Fly10 这又虚线 所以这是不是挖一个直径是10的洞 那你不能用贯穿 你用贯穿会连这里都一起挖 好 那我们再来看这里有一个 位标柱的圆角是RE 什么是位标柱的圆角呢 这里有没有一个圆角 这里有没有一个圆角 这里有没有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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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很多地方都有圆角 那么它这里有一个说明 叫做位标式的圆角是RE 所以这整个圆 所用的符号 你看得懂不懂 你能不能看懂 这些符号 我有没有介绍过了 也介绍过了吧 我们从一开始讲 机械字图 看那个图面到现在 有没有哪个符号 你看不懂了 是不是都看得懂 那它呢 从正向 从前面 从侧面去看 是这样 从上面 上字图往下看 会看到这里有两个切掉 20这个切掉 那这里呢 直径24 这里直径30 这里厚度是6 所以这个圆环 这环状的东西呢 直径是厚度是6 它的厚度是6 好 那 这个图面 你如果看完 看得懂的话 你就要思考 它立体的形状 应该是怎么样的 因为这图其实很简单 你没画过的话 你可能会觉得很难 但是我现在跟你讲 大概 稍微有点概念 那用的工具 是不是你也都会 这个工具是不是 我们都讲过了 好像没什么新的工具 等一下会讲新的工具 因为会少一个圆的 会少一个圆的区块出来 这个我们会讲新的工具 那这张图 麻烦你花5分钟的时间 再看一下 看完之后我们开始来画